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羡慕年轻人 好想回到年轻的时候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变成了低头族 游戏族 加班族和熬夜族 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也让一些老年病悄悄地盯上了年轻人 你说的没错 本来我们的舒适区只在中老年的身体里 但是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给我们创造了更多 更好 更有利于我们生长的条件 真的是太开心了 现在我们侵占的地盘又要无限地扩张了 谁在说话 你在哪儿 你是谁啊 我是谁 我可以让你们头晕 头痛 耳鸣 如果你再给我创造条件 我还可以让你脑中风 心梗 甚至肾衰竭 以前我们只盯着老年人 但现在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年轻人也想扑过去 我们要伺机而动 攻击你们 现在我是谁 知道了吗 大家认识他吗 反正是坏人 对 不是好人 能不能再给点提示坏人 你有小名吗 我的小名叫鸭鸭 鸭鸭 是高雪鸭 没错 我就是让你们如雷贯耳 听上去如泰山鸭鼎的 高雪鸭 你别过早的得意 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请到了权威的专家 再加上我们合力的智慧 一定会打败你的 让你远离我们年轻人 我不怕 因为我胜钱在乎 最后谁赢 还不好说呢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医学专家呢 是来自于北京医院的 赵颖主任医师 欢迎赵主任 您好 赵主任欢迎您 您好 赵主任 刚刚我们看到高雪鸭这个坏分子 来势汹汹 那是不是高雪鸭现在真的开始盯上 这群年轻人了呢 是的 以往我们都认为高雪鸭的患病率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老年的高雪鸭患者呢 明显多于年轻人 那么最新的数据给我们提是 在中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 高雪鸭的患病率达到23.2% 也就是人口总数2.45个亿 而且最不好的趋势是发病年龄 越来越年轻 去年北京府外医院呀 做了一个关于冠心病临床效果 评价的这么一个研究 他呢对90万35到49周岁的中青年人 做了一个横断面的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有23.5万的中青年人 患有高雪鸭 整体的患病率达到了26.2% 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据 就是在23.5万的中青年高雪鸭患者当中 86.7%的人没有经过任何治疗 知道自己有高雪鸭的人只占6.8% 这真的是挺吓人的 这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坏分子已经把他的手 放到我们的脖子上了 准备要掐我们了 可是我们还无防范意识呢 你说的太对了 十多年前看门诊的时候 高雪鸭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五六十岁的也不算太多 但是近些年尤其是最近 每一个专家门诊当中 30到40岁的高雪鸭患者非常多见 40到50岁的高雪鸭患者 几乎成为了中间力量 我印象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高雪鸭患者 只有23岁 血压180 120 好高啊 对 所以其实高雪鸭年轻化的趋势 不仅仅是极主数据给我们的 我们日常工作的体会也是这样 真的越来越年轻 高雪鸭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我们的血压如果是在 140到150之间 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是没有高雪鸭患者的两倍左右 如果血压更高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年轻的 23岁的那个小伙子 他已经达到了180 120 那么这种情况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会达10倍以上 哇 那我们看心血管方面 首先高雪鸭会导致动脉周样硬化 这个是全身的一个表现 然后造成心脏供血的减少 可能导致冠心病 心肌肥厚 另外就增加一些 心脏缺血事件的发生 见过很多年轻人 发生急性左心衰 都是因为高血压没有控制 在脑血管方面 80%的脑促中脑出血 都跟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 还有 如果你有潜在的脑动脉瘤 长期的血压不控制 会使脑动脉瘤破裂 也导致脑出血 那脑血管病 说句难听话是非死即残 就算能够紧急地抢救回生命的话 它有可能造成偏瘫 这样的话 不仅影响生活质量 也丧失了劳动能力 那么对肾脏 高血压对肾脏的影响 虽然没有糖尿病那么严重 但是也会在很早的时期 就出现大量的蛋白尿 我自己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 一个47岁的高血压患者 从他第一次因为高血压就诊 到他去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发生了急进性的肾衰 所以高血压呢 我们称之为无形的杀手 它会在潜移默化之中 损伤我们的重要器官 心脏肾脏和脑子 而且对我们这些重要器官的损害 是不可逆的 那么降压能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高压每降低10个毫米拱柱 或者是低压每降低5个毫米拱柱 我就可以使脑血管的发病率 下降35% 冠心病的发病率下降16% 整体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下降20% 其实高血压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习惯很多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我们应该尽早地出手干预 防止高血压的发生和进展 那怎么做呢 大家看啊 今天我们现场呢 设立了三道关卡 我们就看看年轻人呢 能不能通过相关的防护意识 来把这个坏分子高血压呢 阻挡在门外 让它远离我们 那怎么个方法呢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呢 来了解一下规则 在防止老年病提前到来的道路上 我们设置了三道关卡 每道关卡都对应着一道选择题 三个门对应着三个选项 嘉宾会在现场分别作答 若答题错误 坏分子将会破门而过 侵袭人体 若答题正确 坏分子则会被成功阻拦 且嘉宾会得到一面小红旗 最终谁的防护意识最强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哪些饮食习惯会加速高血压的发生呢 A 经常喝酒 B 爱吃辛辣食物 C 经常点外卖 猜错了我就趁虚而入 猜对了就会把我阻挡在外 当然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几乎为零 你别狂 我告诉你这题很简单 我们要重拳回击它 小帅你说哪个 让我猜呀 对 我猜我觉得应该是A吧 经常喝酒 因为喝酒能引发很多不良的身体情况 我记得小的时候老说老伯说 你得少喝酒 你本来血压就高 这跟血压都有直接性关系 对吧 虽然我平时不怎么喝酒 但是有时候在酒桌上他们还说呢 说你喝点吧 喝点能降血压呢 谁也说 真有这么一说 但我不会选喝酒 我会选点外卖 点外卖 因为咱们都知道 现在老百姓都知道 就是盐吃多了吧 少盐少油 也得高血压 对 而且你看这外卖吧 油也大 然后盐也重 对 所以我觉得 你看有年轻人趋势 那年轻人吃的最多的就是外卖 外卖 和这个外面的饭馆 所以我觉得这个外卖 应该是不太健康的 非常有道理 依林 你的答案 能选两个吗 双选可以吧 那我选AC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 你不是 你把B站上 你把B组上 让他多 高血压就给 你们别误导我 我觉得是AC 因为我生活中啊 我观察我身边十有八九 这个高下人人都是这个型号的 就是对胖嘟嘟的 为什么呢 他们就爱喝酒 爱点外卖 点外卖 刚才那个连续已经说了 就是高盐 高油 肯定不好 喝酒的话 它会引起这个血管的扩张吧 所以我选AC 好 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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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你们凶多吉少 别误导我们 就是 我们一验证不就完了吗 我们就先验证这个经常喝酒 到底能不能拦住你 高血压 高血压 无间不摧 不怕他 我居然被困住了 我赢了 我答对了 那助他了 别高兴太早 要仔细审题哦 哪些女生习惯 我选啊 这是一道多选题 没事 咱有保障 我不是选两个 咱们再往下验证啊 因为刚才大家说呢 点外卖也有可能会引起 年轻人发生高血压 来吧 高血压先生 高血压 高血压 无间不摧 顶刮 顶刮 刮 哇 恭喜一连回答正确 可以插上一遍小琴 我们 我们快插半点 他们写两 你们只是选对了一半 就不算完全正确 你看有可能的那个坏分子 高血压先生的一只手 已经伸向你们了 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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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看 不管是经常喝酒 还是爱吃辛辣食物 还是经常点外卖 都不是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但是什么 会促进高血压的发生 那么首当其冲 就是经常喝酒 大家应该都喝过酒 我想问一下 喝完酒以后 什么样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 因为我昨天晚上刚喝完 但是我不喝大酒 就是三五知己一起啊 小琢移情 大琢伤身嘛 就是我们就老一块儿 聊聊人生 聊聊理想啊 就必须要到一个 微微醺的微醺状态 就特别的舒服 太说话了是吗 对 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大家一起掏出心里话聊一聊 昨天晚上我跟一个老的酒友 他是真能喝 能喝到就是一天一直在喝 他说其实喝多少钱的酒 喝什么牌子酒不重要了 只要能把我喝晕了 就美了 我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 什么都敢说 什么都会说 还有那个又哭又闹又跳 唱歌的 对 唱歌的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是 有点神经质了 他们三个说的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嗨 喝完酒以后都不知不觉的 就嗨起来了 那么这个是因为喝酒以后啊 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高了 交感神经会让我们心率增快 血压增高 人特别有精气神 它是什么原因呢 是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 一段时间啊 转换为一个叫乙醇的东西 酒精是乙醇 进入身体以后过一段时间 转换成乙醇 那么这个乙醇 就直接使我们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高 心率增快 血压也增高 那时间久了 你的血压可能就一直都是一个高的状态 所以说长期大量饮酒 是目前公认的 会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 和你喝的酒的种类没有任何关系 刚才连续讲的不管是贵的是便宜的 和你饮酒的量有关系 那这个量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指南给我们一个限定 每次饮酒 白酒不超过50毫升 红酒不超过100毫升 啤酒不超过300毫升 刚刚连续说了哈 有小伙伴提到说喝完酒之后还能降血压 你赶紧跟他们说说 这是听谁扯的 不是 这是真事 因为现在很多表都可以记录你的血压 实时血压 他说哥们 我说这个喝酒降血压是有用的 他不信呢 我眼瞧着 现在比如说140 90喝白酒 喝完之后有个五六分钟 十来分钟 就马上就能降个五个到十个左右 很快我亲眼看见到 他说的这个也没错 你看 就是在饮酒的初期 酒精能够扩张所有的血管 而降低循环的血容量 这个时候血压就会降低 所以呢 在开始饮酒的四到五个小时之内 血压是下降的 但是这个作用并不持续 因为过一段时间就转换成已全了 所以不能通过喝酒来降压 对 不要拿喝酒来降压 时间久了一定是高的 所以别仗着自己年轻 觉得我现在年轻能喝 身体好着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这个事说起来 十年以后也许真的就变成大事了 要控酒了 是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熬冬 安神补脑夜 独家冠名播出 那刚刚呢 还有一个选项是 经常点外卖 我们嘉宾啊 年轻人也意识到了 外卖里边是油多 盐多 这是不是导致高血压 出现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对 外卖是 重油 重糖 重要的一点 它要重盐 这样你吃的才香 那么高盐饮食 到底跟高血压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来跟大家说清楚 在节目之前呢 我切了一颗白菜 放到了两个容器里面 其中的一个二号容器 我加了很多盐 一号容器 我只是把白菜放进去 什么都没有放 那么现在呢 我想用这个 跟大家来说明白 大家现在看到 这个二号 撒了盐的容器里面 出了很多水 这是为什么呀 做菜的人都知道 一撒完盐之后 那菜里的水 就都被杀出来了 对 我们知道盐 绿花钠 这个东西 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吸附水分的作用 绿花钠进入到 我们人体之后呢 就像放到这个白菜里头一样 通过渗透压的作用 使细胞外液的水容量增加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没放盐的里头 还是干干的 一点水也没有 这个里面 已经有很多水了 那大家可以把 把这个两个容器 想象成两条血管 正常的时候 我们如果一个 正常盐摄入的时候 我们的这根血管 可能运送 2000毫升左右的血液 它的压力 就维持一个正常的状态 可以放这么多 但是当盐摄入了以后 我们的细胞外液量 也就是血容量 是明显的增加的 这个时候 可能同样的血管里面 就要运送3000毫升 甚至是更多的液体 那无形当中 就增加了这个管道的压力 这个也就是说 把我们血管的压力增加了 那么血容量的增加 是导致血压变化的 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已经得到公认 高盐饮食 是促进高血压发生的 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它因为渗透压的关系 会使细胞外液量增加以外 绿化钠还会使我们的小动脉收缩 使血管阻力增加 这个也是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还有呢 绿化钠会跟血管紧张素 这么一种物质一起 对所有的生压物质的敏感性增加 所以高盐饮食是一定要注意的 尤其是年轻人 甚至是要从青少年时代开始 对啊 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啊 经常会感觉到 哇 这个菜怎么这么咸啊 久而久之就把我们那个口味给变重了 你是在我们家吃饭记得吗 就吃什么菜都没味儿 是 我去他家吃饭就是 我说你放盐了吗 我说你怎么那么抠啊 你菜都炒一盘了 你不放点盐吗 是我口太重了 因为他知道 我天天基本上都是点外卖 我有一阵也是老吃外卖 但是呢 我本身血压就不稳定了 所以我就痛定思痛 我就基本上不在外面吃饭了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方人啊 爱吃点酱货 你像尤其我父母那辈人 咸菜 卤个猪蹄啊 酱个肘子啊 炖点牛腱子啊 酱个鸡爪子啊 酱个鸡爪子啊 还有北京 我敢说80%的家庭老太太 就现在六七十岁老太太 家里的餐桌上 你炒多少菜也得有一盒咸菜 对或者是腐乳 对 腐乳 我们家也是 其实那些酱都挺咸的 很咸很咸 我们家就特别注重这个少盐少油 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做的还挺好的 嗯 然后另外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那些 什么就是咸菜类的 什么酱的类的 这个我们做到的就是什么 我们尽量不买 如果你买了搁家里 肯定忍不住会吃一口 就吃了 对 我们就不买 那你搁不着它 你就吃不了了 另外就是像平时做菜 如果搁了酱油或者是蚝油 它里面其实也有盐的成分 那我们甚至这道菜就不搁盐了 哦 真是好做法 对 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还有国家高血压基层防治指南 这两个重要的指南 都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就是健康成人每天盐的摄入量 不要超过六克 如果你是一个高血压患者 那可能就要更严格 达到三克就更好了 折半了 对对对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绝大多数的年轻人 并没有把高血压这个坏分子 阻挡在外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大家可要加油了 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防范意识 我们看哪种习惯可能会 加速高血压的发生 A 长期熬夜 B 长期久坐 C 长期喝咖啡 大家一定要打击精神 争取这一轮呢 成功地把这个坏分子 阻挡在门外 刘帅 你选择了哪一个呢 这一次我不能再失误了 等会儿 先审题 哪种不是哪些了 B 肯定是B 为什么 因为A 首先排除 长期熬夜不可能 因为我们晚上有时候 需要一些灵感 来创作第二天的新节目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熬夜去写一些东西 我觉得特精神 也没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发生的 但是会头晕你不觉得吗 不晕 挺好的 他精神 可精神了那时候 越夜越精神 所以这肯定不是 那久坐为什么是 因为久坐的人他发胖 这就是一很好的例子 对 这很好的例子 这长期喝咖啡 这我觉得跟那高血压 就没关系 就 所以就肯定是长期久坐 那连续你觉得呢 A A 长期熬夜 因为我说了 这是我亲身的经验 本身我血压就不稳定 我还真是摸着规律了 就是休息不好 尤其是到35 特别明显 一熬夜 早上起来就 就头疼 头晕等等等等的 症状全来了 你再测呢 跑不了 血压肯定会高 我相信这位患者说的 A吧 那现在两位选择的是A 长期熬夜 只有刘帅选择的是B 长期久坐 都挺有道理的 那你先验证一下刘帅的 长期久坐这个选项 长期久坐 因为刚刚刘帅分析的 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对 久坐不运动 不运动 也是啊 因为很多人老人也不熬夜 他怎么就 是吧 长期久坐 答案 选错 你应该再吃我一只 来了 再记住 刘帅你这排出法不灵啊 这不能啊 那我们再验证一下 长期熬夜 这个是连续和伊林的选项 看他们俩能不能把你成功的阻挡住 长期不睡觉 得开降压 药 恭喜连续和伊林选队了 我们可以插下一面 成功对小红旗 哎呀 这一轮终于是让我们离高血压这个坏分子又远了一步 他离我又近了一步 对啊 你没有相关的防范意识 然后这些危险因素在你的身上就越来越多 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血压已经上来了 已经上来了 因为我对熬夜的定义不是这个定义 我白天休息时间够啊 那咱们听听赵主任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对于年轻人来说 为什么熬夜就有可能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熬夜 超过晚上11点 因为工作 学习或者玩 打游戏 未进入睡眠状态的现象叫做熬夜 如果你在夜里睡眠时间少于六个小时 发生高血压的概率就高达35% 我们人体白天的时候呢 是交感神经占优势 让我们的血压高 心率快 有精神 为白天的工作 学习和锻炼提供主要的支撑 而在夜里呢睡觉的时候呢 负交感神经占优势 让你人的整个都安静下来 所有的脏气都休息 但你如果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让交感神经一直兴奋着 血压始终高着 心率始终快着 长此以往就会可能发生高血压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吧刘帅 但是话有时候会来 我想问问连续你现在熬夜吗 我现在基本上不熬夜了 之前那基本上天天晚上都是十二点以后吧 十二点半到一点左右之间睡 那干嘛睡那么晚呢 那可干的事太多了 看个电视 看个电影 刷刷视频 有时候脑袋在想想工作上的事啊 乱七八糟的 什么都有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对对对 你看表天啊 后半夜一点了 对 而且你知道这人有一最大特点 就是你困的时候你只要扛过去 你就越熬越精神 越熬越精神 对 依林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 会 我最近这一大段时间都是睡得特别晚 为什么呀 干嘛呢 就是下班之后啊 然后你再弄弄孩子啊 然后他睡着了 你得哄他就九十点了 你再自己洗洗涮涮呀 快十一点了 那我这一天什么都没干呢 我也得有自己的小世界嘛 所以我可能弄弄这个弄那个 再看表 哎呀 一点了 但你躺在床上 又不可能立刻睡着 那我睡着的时候 有可能就在一点半左右了 那好晚呀 对 实际上我很难受 每天早上起来 但是好像他就陷入了一个恶循环之中 刘少 这也都是你的战友 虽然他们插上了小红旗 但那小红旗插着也并不是特光荣 知错犯错 那刚刚我们也提了 说到晚上的时候 越熬越精神不说 而且还越熬越饿 就得吃点东西呀 对呀 有句老话还说了 马无夜草不肥呀 对吧 其实呢 在夜里的时候 你白天已经吃过三餐了 吃过下午茶了 吃过家餐了 那么到夜里的时候 消化道就应该休息下来 你这个时候干活 写东西可能是饿 是得吃一点 那你吃完了 基本上就不运动了 慢慢慢慢就转换成 脂肪细胞了 体重的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超重或者是肥胖 也是跟高血压密切相关的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大箱子 来形象地跟大家解释一下 肥胖到底怎么导致了血压的升高 好 来我们搬上大箱子 这个大箱子接近20公斤 我想请依林和连续都到台上来 连续你不需要动这个东西啊 你就在边上站着就行了 来 依林 我来 你在不使劲的条件下 看能不能搬起来它 看起来 不太用力 不使劲啊 对 不行 一点不使劲 还挺沉的 这挺重的 不到40斤你搬不动 不 你看着轻 你试试一会儿 它不需要试试吧 它不需要搬 它不一定搬得起来 对 那你在某个劲儿 看能不能让它起来 使劲 好嘞 伤腰了啊 找个角度 你蹲着 那个胃省膝盖 必须要先蹲着 这样 对 然后再起 抱起来再起 这样会省腰和膝 别动啊 我可以卡 我还怕你碰盆呢 我还动你 三 七 我这真挺好 我刚才看到 依林的这个颈动脉都爆出来了 我脸是不是都红了 对对对对 脸都一毛劲脸都红了 你刚才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感觉就是憋住口气 然后就是全身贯注 就整个所有的肌肉好像都要冲着它去发力 然后我现在心在跳 对对对 你一直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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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跳得坏了 它挺重的 真的 嗯 这个搬重物的时候呢 首先心脏要收缩力增强 要做工增强 然后供我们的四肢的肌肉的血供充足 然后一下才能搬起来 那在搬重物的时候说明了什么 说明我们心脏和血管的阻力都在增加 在瞬间血压要升高 心率要增快 你才能把它搬起来 但是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平静下来了 对对 那个劲也过去了 我为什么叫连续上来 让它不出手 站在这儿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伊林的体重一点一点一点 一点长成连续的体重 你得是它的两倍重吧 现在 也就是意味着伊林可能每天都要搬着这个将近二十公斤的东西 在每天的干活呀工作呀 心脏负担和血管的负担都在持续的增加 嗯 那么时间久了 在超重以后 高血压的问题就来了 哦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 体重越大的人 他得上高血压的这个几率就会越高 对 我们的体重指数每增加一 血压就会增加0.8到1.7个毫米拱柱 嗯 可以说每一个脂肪细胞都在为高血压铺平道路 哎呀 那这些高温因素都累加在一起了 你看咱们刚才说的 吃也消 对 胖不胖 喝酒你也会经常要不停地吃东西 也会导致肥胖 对 再加上吃外卖 吃外卖 哦天又油又咸 你就会不停地吃猪食 就变得越来越胖了 胖也可能直接导致高血压的出现 天啊 所以年轻人啊警惕啊那个坏分子啊 嗯 真的是和我们一枪之隔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接下来呢 一起来看看第三个问题 看我们年轻人有没有相关的防范意识 能够拦住高血压这个坏分子 请问以下哪种头晕是高血压引起的 A 蹲起后头晕 B 洗澡时头晕 C 沉起头晕 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以及常识告诉我 肯定是A 为什么 因为我蹲再再起来就头晕 连续你的感觉呢 C 因为我判断我自己今天会不会高血压 就是起来一睁眼这一刹那 一起来 坐起来在床边上 就觉得头啊 首先那颈椎脖子就发皱我老说 然后呢 这个头就感觉这个上半部分 就蒙着 就跟谁有个手跟那扣着似的 它也不是特别难受或疼 它就不不舒服 就跟谁在这儿孤着你似的 然后你在站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多少有一点 迷迷糊糊的 哪怕这头三步就觉得有点 稍微有点头颅脚性 但是你慢慢调整一下 会有所好转 但是你放心 这一天都不会太舒服 那伊琳娜对这个问题有了解吗 A吧 你看那个影视剧不是经常 一蹲起来会站起来晕了 然后就倒了上医院了 然后就是高血压 A 两位选择的都是蹲起后头晕 那我们就先来验证第一关 好 来了啊 咱们直接 不好意思 没有拦住我 你一道题都没有选对啊 刘帅 那咱们再来验证一下 刚刚连续选择的晨起头晕 好 看看这个选项 能不能够拦住你 让我们远离你 准备好看我破门而入了吧 我被挡到门外了 看来还是晨起头晕是正确的啊 那每当早上起来 那一个固定的阶段 出现头晕的时候 再一两肯的血压就会偏高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对 连续是用它切身的体会 描述了一个高血压患者的症状 那我们人体呢 每天的血压啊 有两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早晨六点到八点开始 绝大部分人那个时候都醒了 甚至是起床了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是交感神经 和你睡眠时候的负交感神经 再换班 再交换 因为睡觉的时候是负交感神经占优势 血压低 心率慢 那么在醒的一瞬间 就要交感神经上岗了 血压高 心率快 那么所有正常的人 在清晨这个时段 血压都会增高25% 如果有高血压的人呢 就会升高的更高一些 达到30%左右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有头晕头疼的 这些高血压的症状 所以往往 如果你在晨起的时候 出现头晕或者是头疼 或者是像连续讲的脖子发皱 一定要警惕 是不是有高血压了 还有另一个高峰 是从下午4点钟开始 往上升 但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大部分人白天的工作状态 非常的紧张 忙碌 交感神经的兴奋性非常高 那中午也没有午休 紧紧张张点个外卖就吃了 所以到下午4点当中 可能是他最疲劳的一个时段 这个时候血压也会往上升 往往会超过正常的标准值 那第一个选项呢 蹲起的时候也头晕 这也是很多 不光是年轻人 而且有很多 真正得了高血压的老年人 也有这样的感受啊 难道这个和高血压没关系啊 这个呢 实际上是由于体位的改变 导致的低血压 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 造成脑供血不足 而引起的一种症状 那么这个晕 跟晨起的晕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它会有点眼前发黑 有点模糊 事物模糊 有点必须得扶着个什么东西 才能站稳 可能就几秒 十几秒就过去了 那要是说起来啊 比如说对于年轻人而言 那我一天头脑的被儿清醒 一点都不晕 是不是肯定离那个坏分子 高血压很远啊 这个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对血压的体验 甚至是对高血压低血压的感受 是因人而异的 有的人可能刚刚到140 就是超过了标准值一点点 他就开始头晕头疼 实际上我们认为 这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因为高血压已经给他预警了 天天让你难受去看病 但也有的人血压180 120了 他也没有任何感觉 这就比较可怕 如果他平时不监测血压的话 很可能上来就是脑梗塞 心衰或者脑出血 这个也是非常多见的 所以看来定期的来监测自己的血压 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挺必要的 对 没错 尤其是父母有高血压的那些年轻人 刘帅 你以前有没有主动的测过自己的血压 没有 从来没测过 我也不太认真的观测自己的血压 那伊林有没有主动的测过自己的血压 没有 一年测一次体检时 你没问题 对 我就是觉得我没问题 对 就是也没有什么多难受 然后体重 对吧 也不是那样的 那样的 所以就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就没有想法去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年轻人的防范意识还确实挺差的 是 是 不太积极主动的去观测自己的血压 但是你知不知道就是正常的血压应该是多少 然后超过多少 就真的是得上高血压了呀 是一百二八十吧 就我听他了 您有经验 这我太清楚了 应该是低压九十 高压一百四 你说的是老年人的吧 他说的是青年人的 你俩这可差出去二十毫米拱柱 可差得挺多的呀 伊林 你的答案呢 青年人是一百二八十 老年一点应该是在九十到一百三十五 标准还不同 到底谁说的对呢 赵主任 还是连续说的对 那在这呢 我先要告诉大家 高血压的定义是多少 就是在不吃降压药的前提下 非同日 就是不是同一天 连续测量三次 高压大于等于一百四 和或者低压大于等于九十 成年人啊 这个就是确诊为高血压了 这分年轻人和老年人吗 十八岁以上成年人 标准是一致的 对 标准一致 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主任 就是您看这个 您刚才说了 这人的血压一天有两次波峰 那有波峰必然有波谷 如果说我本身真的有高血压了 但是我连续测了三天 还都赶上波谷了 在正常之范围内了 那不就是自己给自己骗了吗 对 那这种情况 岂不是也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发现了一次两次血压增高 而大部分时间测自己还行 你千万不要忽视这件事情 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 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 它那个测的密度非常的大 白天半小时测一次夜里 一小时测一次 它把整个的血压记录成曲线 还有一些大的数据来分析出来 来帮助我们来判断 现在够不够确诊高血压 现在需不需要吃药 不要因为一次两次量的血压值挺正常 很可能你量的那是一个低值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在家量呢 有的时候正常 有的时候不正常 一到医院 见着穿白大褂的量血压 血压蹭就上去 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 我闺蜜就是这样的 一看到医生 血压倍高 心跳也急速地增加了 她特紧张 这个现象叫白大一高血压 那么如果有这种现象 也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 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 它是你离开白大一 在你正常工作生活的状态下 看看你血压是不是超标 那回过头来咱们看看 今天这个三个关卡 我们是连续和一连成功地 防住了两道关卡 然后刘帅你呢 那一面小红旗都没有 也就是说你防范高血压 这个坏分子的健康意识 太薄弱了 对 那很有可能 如果你依然如此松懈的话 那有一天这个坏分子 高血压就会找上门来 威胁你的生命了 所以警惕啊 那个坏分子啊 好 非常感谢赵哲文今天的介绍 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远离高血压 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参与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下期再见